今天是第八个国家烈士纪念日 在和平年代 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较多的队伍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全国公安机关共有1.6万余名民警 因公牺牲 其中3700余人被评为烈士 广大公安队伍用热血和生命 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对公安事业的无限热爱 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英雄赞歌 今天上午吉林省公安厅 继长春市公安局 向公安烈士敬献了花篮 松岁百 松中魂 浩然正气 存天地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吉林公安队企念广场 今天来自吉林省公安厅 长春市公安局和吉林警察学院 改名的代表 在这里将鲜花献给英烈 上午10点20分 全体民警警容严整 神情肃母 一同脱帽肃利 向革命烈士摸哀 并进行摸摸圈 心中再次意气 他们生命定格的那一刻 用忠诚和鲜血 捍卫人民的幸福决心 随后 全体民警在庄严的烈士纪念碑前 举起右手 再一次重温入党诗词 满怀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语 和无限哀思 现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现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今天是第八个烈士纪念日 这个活动期间 我们在厅单位和这个政治部的支持下 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 就是为了弘扬英烈精神 我们作为新时代人民警察 应该守初心单使命 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 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贡献力量 也许我们无法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但每一个向死而行的生命 都值得被铭记 每一种誓死如归的精神 都值得被仰望 岁月无疆 英雄不朽 这里是守王都市记者 英杰彭飞 在吉林公安英烈纪念广场 为您发回的报道 在今年的国家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 昨天吉林通话边境管理支队 采取多种形式 组织开展烈士纪念日活动 民警代表来到了吉安市烈士陵园 向革命先烈们脱冒默哀 敬献鲜花 重温了入党和入警示词 深切缅怀烈士们的功绩 传承弘扬烈士精神 激励 队伍士气 9月29号吉林通话边境管理支队 50余名民警代表来到吉安市烈士陵园 向革命先烈脱冒默哀 敬献鲜花 表达对英烈的深深哀思和敬意 在党期前 民警们重温了入党和入警示词 用蒸蒸誓言表达了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担当 随后大家共同参观了烈士陵园纪念馆 在讲解员的解说中 全体党员民警驻足聆听 仿佛置身硝烟弥漫的战场 今天我们所有人来到烈士陵园 我们来这里缅怀烈士 我们不会忘记昔日的烽火硝烟 也不会忘记曾经的艰苦奋斗 我们将珍惜幸福生活 继承先烈一致 全力做好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和服务群众的工作 除了传统技扫 民警还通过国家公寄网 中华英烈网等网站 采取了网上献花献词 发表纪文等形式 祭奠英烈 守王都市报道 27号第13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闭幕 展会期间 很多人都来到博览会的现场参观了 吉林馆 科技创新主题馆等等 许多风格不同的展馆 越来越精彩的东北亚博览会 让大家是收获满满 那不仅是参与了博览会的参观者 今天呢 吉林省政府新闻办照 开了第13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成果新闻发布会 那会上呢 公布的数据也展示了本届博览会 经贸交流 结出东北亚务实合作新受过 历史5天的第13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 以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展会不仅带来文化领域的新变化 更为社会经济注入了新动能 在这场文化与科技 文化与教育 进一步深度融合的盛会中 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参规客商方面 共有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名客商 线下参规 其中包括世界500强企业 79户 大型化国公司 56户 央企 30户 中国500强企业 48户 民营500强企业 27户 采购商 620家 应该说博览会的平台影响力 吸引力 逐渐提升 朋友圈 进一步博览 在这次的博览会中 共签订国际国内合作项目111个 总投资额1962多亿元 其中 合同项目98个 合同引资额1171多亿元 较上级增长110.69% 协议项目13个 协议金额791多亿元 协议项目 变顾全产各亿 包括新能源及清洁能源 新材料 医疗康养 绿色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现在厨业等领域的优质项目 据了解 在展会举办期间 云上展上线企业1832家 展品16600余件 总访问量突破21万人次 下一步 有关部门将巩固 扩大东北亚国览会各项成果 做好2023年第14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的全面准备 首昂都市报道 长春市西安桥改造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近日 安达街与西安大陆交汇路口 和祥运街与西安大陆交汇路口 将进行封闭维修 因为西安桥改造之后 桥面整体抬高 考虑多种因素 桥头桥尾路段也要进行调整 因此从10月1号也就是明天起 周边的两条街路将进行调流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安桥改造工程项目现场 据悉安达街与西安大陆交汇路口 施工时间为10月1日晚到10月6日早 咸文街与西安大陆交汇路口 施工时间为10月10日晚到10月15日早 那今早6点交警支队也到达了现场 并拟定了具体导行方案 那那个时间是有一个调整了 北岸路回朝阳 那那时候开始缝着桥面 缝着桥那边 记者了解到此次路段维修 是因为西安桥改造后 桥面整体抬高 桥头桥尾路段不做出调整的话 行车时会带来安全隐患 新桥是一个航拱桥 它的这个桥高比较高 然后呢导致了我们整个路面 在这个桥头位置是需要抬高 接近两米 到咱们路口这个位置 是需要比既有路要抬高的 然后做了一个竖向瞬间 也是为了保障这个后期 车辆冬季行驶 这个坡度安全这个情况 安达街于西安大陆交汇路口 从今天晚上10点开始正式施工 因为正值十一长假期间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在出行路过此路段时 提前规划好绕行路线 咱们会在沿线的 有几个路口 大概南侧有三个路口 东侧有两个路口 北侧三个路口左右吧 然后都会设置上 就十一期间 我们这个交通褒敏施工的 这个警察标识 守王都市报道 明天国庆假期就要正式开启了 很多朋友们可能都制定了 假期的计划 针对大家国庆假期 旅游消费的需求 昨天起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就开始发放 总额7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 那本次文旅消费券的发放时间 从这个9月30号开始 到10月17号 那么这消费券怎么抢呢 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十一假期临近 市民消费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为此 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计划发放700万文旅消费券 本次文旅消费券的发放时间 为2021年9月30号开始 至10月17号23点59分正式结束 消费券 拟在两个线上平台组织发放 其中在长春市民卡APP 发放景区旅行券和消费街区券 在长春市文广旅局微信公众号 发放休闲娱乐券和观影券 下面呢 我们以长春市民卡为例 那市民呢 可以在手机中下载长春市民卡APP 那进入之后呢 输入自己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 完成实名注册 那完成注册就可以在这个APP的首页当中呢 看见领券中心的这个选项 输入验证码 就可以在里边领取自己需要的文旅消费券 同样 关注长春市文广旅局微信公众号 点击对话界面下方的消费券 即可领取 此次消费券的面额分为15元 20元 40元 80元 共分为6轮发放 每轮消费周期为3天 每轮周期起始日 上午10点进行发放 具体细则以及消费券试用范围 可在两处消费券领取的线上平台进行查询 守王都市张萌宇峰报道 长乡办同城长 长春农生银行提醒您关注天际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鹤奶粉 提醒您关注 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 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利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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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航线的开通将为更多外方人员来场工作提供了便利 具体的情况一起到首航仪式上详细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今天是9月30号 那么今天在这里举行的是长春至法兰克福客运航线的开航仪式 长春至法兰克福客运航班开航 那么未来啊在这个长春至法兰克福的这个客运航线正式开通之后 那么根据计划呢这个航班啊是每周一班 每次的航行时间大约是9个小时 是极大的缩短了旅客的出行时间 因为这个航班是中欧直航的航班 跟前段时间咱们中转莫斯科的航班 呼应航班有静停还不一样 我们前期的一摔查和信息预报的推送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航班有很多在欧洲的华人 包括是外籍人员有很多的往来记录 包括订票信息都能看出来 这次航线的航班呢是由国航直飞的 这条航线是我省的第一条中欧客运航线 这是我们服务一系服务一主六双 推动零空经济加速发展的重要一步 开通了航线之后 对于我们在长春工作的外方的专家和人员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么一个条件 一方面的话可以节约大量的旅途的时间 另一方面对于提升整个长春 吸引外方人员来这里工作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守望都市长汉广微报道 中国移动全新照畅想智慧云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长春的邓先生家住在路园区成岳家园小区一号楼 去年供暖期开始后不久 他家楼道内的供暖管线就突然发生爆裂 导致家里被水泡了 给他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当时小区所属的供暖公司承诺会进行后续的赔偿 但今年的供暖期马上就要开始了 双方仍然没有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 百姓难题我帮办 我是记者佟飞 现在记者是来到了长州市民邓先生的家中 据邓先生说呢 去年冬天由于他家楼道内的供暖管线爆裂 导致他家进水地板被炮 当时供暖公司是承诺他 事情一定会给他完满的解决 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大半年的时间了 双方仍然就这个赔偿问题 没有达成一致 邓先生说他家属于大众热力公热 由于当时工作人员承诺会给他进行处理 因此他并没有保留家中实际损失的照片和视频 且考虑到实际的居住需求 今年夏天他已经自行对家中进行了简单处理 大白我都刮完了 网件 烟完了 现在我也扑完了 就是适当地给我补偿一下就完事了 我就是一直打电话 追 完他就是接着个名之后跟领导反应 现在说的意思呢 我要承认呢就给我300块钱 要不得你就起诉我 为了何时了解情况 当天下午 记者来到了位于路人区 浩越大陆上的吉林大众热力有限公司 共热站负责人单经理接待了我们 单经理表示 基本每年都会出现几例 这种管道暴力用户家中被炮的情况 如果在他群线范围内 赔偿的额度用户能够接受 他们也愿意与用户和解 但如果用户诉求较高 就只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超出我们的一个权力范围之类的了 那我们也没办法 就是你去起诉去 有第三方鉴定 说我们家损失两千还是三千金额评估 然后我们有个依据 我去给你处理 经过记者的调解 在现场公热公司表示 考虑到邓先生已经对墙体地面进行了处理 他可以对邓先生进行500元现金赔偿 对此邓先生也表示可以接受 首昂都市同飞彭飞报道 前两天 省高速梅河口分局的民警 在巡逻的过程中 发现一位老人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内行走 当时路上车流量大 车速快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民警立即上前 将老人带到了安全地带 从穿戴上来看 老人穿着整齐不像是流浪者 但其满脸眷容 精神恍惚 又让民警无法理解 你现在要上哪啊 上海龙跑牙去 看来这是疼得不行了 要不咋能出这些偏方呢 不过话说回来了 你去拔牙为啥又走到高速上来了呢 昨天下午我能走 我没妈人走警察道 我走回屋 我儿子在外头待一行 干男子说 他在发现自己迷路之后 曾经给在海龙镇居住的姐姐打过电话 姐姐告诉他让他在路边拦车 但这高速上不让停车呀 根据老人的描述 民警确认他这是走错路了 而且是方向走反了 照这样下去只能是越走越远 考虑到老人已经在野外露宿了一夜 民警在征求其同意的情况下 驾车将其带到了海龙镇附近的高速公路出口 为老人拦下了乘机公交车 并嘱咐车长一定要将老人安全地带到海龙镇 视网都市一阳联系报道 近日 沿边边境管理支队龙镇边境检查站的民警 在出公务返回途中 在龙镇市333国道新华村附近 发现一名七群老人手持镰刀 晕倒在了公路中间 于是民警立即展开救治 9月26日 沿边边境管理支队民警 在出公务返回途中 发现一名老人晕倒在公路中间 在那个新华村的附近 碰见一个老人 我们先去个扶刀边上 民警采取急救措施 跟老人进行简单交流并拨打了120 120到达现场 将老人送到龙景市人民医院进行检查 120来了以后我们跟随去 去了以后就先办这个手续 然后我们这个经多方联系 得知这个老人是新华村一个福利院一个老人 然后这个把老人安全带回了 经过检查 老人身体已无大碍 在警方的帮助下 已经回到福利院生活 我们这个老人呢就是 属于是孤外老人 无女 没有家人的 就是我们经老人呢 也是看不过来 感谢你们啊 随着我省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浑春汪青等地的森林 成了很多珍稀野生动物栖息的家园 其中的东北豹属于大型猫科动物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边微物种红色名露 列为极度边微物种 昨天下午 长白山森工集团 汪青森公司工作人员 就偶遇了一支野生东北豹 刚刚看到的 就是9月29日下午2点30分左右 长白山森工集团 汪青森公司工作人员 在国庆前夕工作途中 偶遇一支雄性的野生东北豹的情形 据了解当时工作车辆 行至汪青林业局大荒沟 到荒沟林场的限道时 车子左前方六七米处 一支野生东北豹 正悠然自得地蹲在丛林中 注视着公路这边 工作人员迅速掏出手机拍摄拍照 而东北豹并没有害怕的样子 反应很淡定 端坐在那里任由工作人员拍摄 数十秒后 这支东北豹 从容地离开了工作人员的视线 信不走进密林中 记者了解到 东北豹属于大型猫科动物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编媒物种红色明露 列为极度冰媒物种 此前8月份时 曾在吉林天挑领灵业局内 连续三天拍摄到野生东北豹的影像 如东北豹频繁出现在同一区域 该区会已经成为东北豹的重点活动地区 市民出行需要提高警惕 不要尾随 不要打开车窗 不要长时间停留 防止发生人暴冲突 是王都市报道 中国移动全天照 畅想智慧云生活 本栏目由长春万科地产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提供爆料视频和新闻线索 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了长春的购房人丁女士 遭遇了一房买两户的事 丁女士和另一个购房人毛先生 都已经付了不同金额的定金 可是卖房人却失踪了 记者了解到这个卖房人是房主的儿子 而房主马女士表示自己也联系不上他 因此事情陷入了僵局 昨晚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事情有了进展 卖房人终于现身了 9月6号的晚上 通过那个玉景明多新发的那个店 看的那个房子 要求是必须得是有5万的定金 还有是11750的终结费的那个代办费 房主你见到了吗 不是房主的本人是房主的儿子 9月12号 最近冒充中介 然后留我们看这个房子 3万定金和1万中介费 当时我买完以后还挺开心的 就去别的中介问问这房子啥情况 然后才知道 这房子已经是卖过一次 昨天的新闻中播出了一套房子 卖了两家 可卖房人失联 房子到底是谁的呢 记者和两位购房人一起找到了房主 如果说房主把房子卖给了毛先生 那么丁女士交的5万元定金和1万多元的中介费怎么办呢 这一本出卖我首先我们是先成交的 也是我们发现的 给到客户这个法律援助 告诉他该怎么去做 你有对他进行核实吗 所有东西都是他来说 他当天拿的档案就是符合标准的 新闻播出以后 记者接到了购房人丁女士的电话 他告诉记者事情有进展了 丁女士告诉记者 目前此事已经由公安机关进入调查 他也配合公安机关做了笔录 事已至此 丁女士表示 他还是希望中介方能把购房的定金先还给他 所有的材料都是房主去提供了 但是他新发没有审核 我在中介那交了1万多的中介费 正常应该是中介帮我去规避这样的风险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现在意思就是说 让他先把这5万块钱给我一个垫付 之后他去冲房主要这个钱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购房的中介 张经理告诉记者 正常来说 中介会对卖房人所提供的关于房屋的信息进行核实 那正常来说的话 他俩在签合同之前 你们中介方是要对这个信息进行核实 他们两个交易的时候就已经是零查了 那时候已经来不及去核实了 是这意思吗 就是这东西我们是要遵循买卖商方的 他俩已经谈妥了 房子便宜 第一市场价 我们第二天核实的 档案查询的状态是一致的 只不过是后续的再去查询 金额这个问题就联系不上了 把他这5万块钱帮他垫付了 咱们有这可能吗 这边垫付不了 因为这个钱没在我们手里头 如果要是在我们手里头 反正我们无条件返还 对不对 咱们就正常走程序 可以帮助这个买房去起诉这个孙建飞 卖房人找到了 事情也有了好的进展 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情进行调查 我们也一起等待最终的结果 那么为了避免在交易的过程中 出现类似的情况 以后大家在购买二手房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律师的建议 2016年2月在江苏苏州 买房人周先生和卖房人王先生 通过中介签订了一套 约300平米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 周先生交了8万元的购房定金 但是到了办理网签手续的时间 卖房人房子却不卖了 卖又是不卖 买我怎样 只要收你多少钱 多少钱还给你 周先生将此事诉到了当地法院 就在法院审理此案期间 另有两名买房人 也将卖房人王先生诉职法院 原来是卖房人王先生 在和买房人周先生 签订合同的一个月后 又和他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最终将房子判给了 第一个签订合同的 买房人周先生 并判决卖房人支付 给第二个买房人违约金 而在北京 夏先生在顺义买了一套房子 可这钱花了也过户了 结果夏先生 却住不进自己的房子了 调查了解 老房主先是将这个房 卖给了现在的这个房主 之后又拿这个房 租给了另一个租户 派出所的民警 将原房主傅某抓获 傅某因涉嫌诈骗 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两起事件都是关于二手房 难道买二手房 要有这么多的风险吗 那么我们在购买二手房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呢 买卖二手房 主要要注意以下三个无瑕疵 第一个无瑕疵是指产权没有瑕疵 它主要是指房子要有合法有效的产权证 有一些单位的福利分房是没有产权证的 这样的房子如果您购买是存在风险的 其次房子本身要没有设立抵押 或者是被法院查封 律师表示 在买有抵押的二手房时 是有一定风险的 如果将来抵押权人在行使抵押权的时候 房子是有可能被查封被拍卖的 所以一定要查清楚房源的信息 以确保能够正常登记过户 房子本身要没有瑕疵 那您一定要去现场勘查 房子是否实际出租出去 或者是房子上是否有居住权的设立 避免您在得到房子的所有权后 无法正常的居住使用 第三呢 我们要确认这个房子是否已经有登记的户口 如果有 那约定限期签出 避免影响您正常落户 首王都市报道 今天电影《长津湖》正式上映 这部电影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 《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讲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9月1号 电影《长津湖》正式发布定档海报 宣布定档9月30号 《长津湖》官方微博发表称 以青春无悔换来山河无恙 他们是人民的英雄 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如今繁华盛世 如你所想 然后这部影片 一共有三部导演 共同指导的这部电影 然后其中的主电影员 就非常多 像胡军 朱雅文 吴京 段一红 一阳千禧 电影《长津湖》 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 《长津湖》战役为背景打造 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 第五反顾复朝作战 在条件极为严阔的战场上 与敌方青瑞部队展开立场 震惊世界的殊死对决 拍摄这部电影的意义 就是要铭记先列 铭记历史 充满了咱们这个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这个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和当时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草 就非常值得咱们 就是作为一个爱国人片 无论从场面来讲 还是从演员阵容 还是从那个内容 战场爆炸 场面特别承大 《长津湖》的制作规模 投资规模 拍摄时间跨度 动用的演职人员数量 都创下了中国的影史之最 整个2021年的档期的话 基本是没有一个 头等的大片 《长津湖》能定导诗意 带动了整个诗意的 中国电影市场 今天是我国第八个 烈士纪念日 电影《长津湖》 选在这一天上映 更有深意 这部电影 不仅要拍给 今天的年轻人看 也要拍给 50年后的年轻人看 上网都市 军阳与风报告 这堂喝简醇 军队宝简醇提醒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